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定带着各位出去浏览风景 顺便来点评新闻 因为前两天推出户外版之后 看起来大家对于新西兰的风景 是非常的有兴趣 能获得兴趣 也让我突然激发了灵感 就是以后要带大家去看这些美景 因为现在冬天 天气很糟糕 一口吹风 一口下雨 对不对 昨天喊出太阳 莫名其妙的晒得 哇 那个真的是 但是天气不稳定 所以等到大概天气比较稳定 大概要到十月份 不过没关系 这个有机会一定带大家去玩一玩 眼睛先去浏览一下 那进入今天的经纬点评 虽然没有美丽的风景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美丽的布景 还有精彩的内容 那当然广告时间 该订阅要快订阅 快订阅我们冲冲冲 对不对 不断的往上冲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也希望各位在下方留言 因为真的是留言对我来讲 有很大的帮助 让我知道各位的关切点 各位的意见 当然您对什么新闻有兴趣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也很乐意啊 来点评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要客气啊 好 广告时间结束 好 进入今天的主题 在今天的主题当中 想要谈的是一个 并没有占据新闻头版的新闻 那叫什么呢 中欧峰会 第22次的中欧峰会 开了22次 就中国跟欧盟啊 简单的讲 叫中国跟欧盟 开这个领导人峰会啊 那欧洲方面呢 派出的是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 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 这个德布莱恩 那中方当然不用说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中国总理李克强 两人呢 这个与会 那整个这个议程呢 当然在昨天结束之后 基本上看到所有的媒体啊 是比较持悲观的态度 认为呢 这个欧盟所提出的这种加快 投资啊 中国开放市场准入啊 中方没有正面回应啊 看得出来呢 这似乎啊这个不太乐观 当然呢 我们要看中 中 就是中欧啊 中欧 欧洲其实最大的国家啊 在欧盟当中最有影响力的 大家都一定知道 对不对 就是默克尔 默克尔 默克尔 对没错 默克尔 这个低调啊 每次到中国访问的那种态度 对中国整个发展的关心 各位想想看啊 一个东德出身的女子 对不对 在两德统一之后 能成为这个德国的总理 而且再任一做做了对不起15年 15年去了12次 当然他快要交棒了哈 那毕竟来讲能做15年表示 人家一定受民众拥戴嘛 不然早就选不上回家了 对不对 不像有人你看才三年半 对不对 今年选举就已经哀哀叫了哈 那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讲了 当然今天默克尔对于这次中欧峰会 他并不是欧盟的代表 所以他没有与会哈 当然欧盟的代表对于这次中欧论坛呢 就领导人峰会 他们的寄望比较大是欧盟背负27个成员国的 这个 就是要用一个打包式的方式 来跟中国谈贸易协定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欧盟当中啊 有一些很争气 对不对 像说德国啦 法国啦 对不对 又不争气的 希腊啦 葡萄牙啦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有住在葡萄牙的朋友啊 我我不是说这个国家不好 就是说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执政者可能真的还不够利哈 那当然他们都是欧盟成员国 理论上来讲如果中欧贸易协定签订 那是打包啊 整个所有这些东西 这些市场欧洲所有的公司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或买中国买欧洲产品 对不对 都要享受这个贸易就是协议嘛 将来大家走到零关税 中国不是不愿意跟欧盟啊 这个做生意 也不是不愿意啊 买欧盟的东西 但是欧盟 我们刚刚就讲嘛 有一些很努力 很争气 但有一些 扶不起来的 他懂你知道 很麻烦 对不对 你不能说今天我 对不对 敌系部队 这个系出名门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 但是还是要谈嘛 但这一次峰会呢 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是成功的 非常的成功 很多人都说不成功 并不是说我要凸显这样薄板面 但我的观察 各位要知道 在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从一个正在逐渐强大的强国 已经变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强国了 其实在这次新冠疫情之前 大家觉得中国是一个正在 就是刚刚好像太阳升起来的一个强国一样 这个有点势头咯 可能会明日之星将来很快会成为世界强国 那是在疫情之前 可是这个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疫情的发生 结果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那边是搞得一塌糊涂的美国 跟这边呢 这个按部就班 有条有 就是非常的这个正脚不乱的这个中国 对不对 怎么成语突然想不起来 有条不紊 小的时候老师说要用功 听到没 对不对 我是一个负面教材 因为说实在话 我小时候上课 喜欢常常看着窗户外面在想事情 现在还是有这个习惯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脑子就要思考 对不对 但老师就觉得我不专心 怎么常常叫我名字 正纪委 然后呢 有时候要问问题 我的问题老师又觉得你太多了 对不对 怎么问那么多问题 所以我常常被叫去罚站 蹲马步 后来我最强调 蹲马步多重要 对不对 就从小学时候练起 不过我还是很乖了 这个没闯过祸 只是有想法而已 好吧 所以老师说要乖 要好好背书 这个才不会忘记成语 好 那我们就讲到呢 中国的这个 这个崛起变成一个 势不可挡的强国这件事情 实际上全世界都看到了 真的哦 欧盟其实看到的是什么 他是有担忧 担忧 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啊 过去欧盟啊 跟中国是真的想做生意 对不对 巴不得把欧洲货 从锅子到汽车 全部都卖给你中国人 你中国通通买我欧洲货 但是因为随着中美贸易战 还签了一个条款啊 对不对 美国给中国极大的压力 看起来是中美矛盾 实际上是什么 排挤欧盟 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就那么明显 市场竞争啊 对不对 我跟中国打贸易战 中国签了贸易协定 必须要买我的东西 然后科尼 惩罚性关税 这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美国的事啊 实际上是什么 欧盟是紧张到不行啊 因为美国变相是什么 一石两鸟 你看陈宇永辈啊 甚至三鸟四鸟管他啦 反正就是弄得欧盟很焦虑啊 对不对 大家看到都是中美 在那边卡卡卡卡卡 你来我往你来我往 其实在那边暗置紧张啊 发抖的叫欧盟 因为中美贸易战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必须大量的在几年内 买两千亿的美国货 换句话讲 我就可能没办法买欧洲货嘛 对不对 我的市场的容纳量就那么多 啊 就举例来讲啊 那当然欧洲名牌包美国是没啦 没什么好 没有像法国的对不对啊 好吧大家都说承认嘛 对不对啊 那该买买啊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欧洲的焦虑 欧洲的焦虑非常的明显啊 他又想像美国一样呢 有点强硬 对香港香港香港港版国安法 做点表态 对什么这个新疆集中营 做点表态 但是呢 他又不敢太硬 对不对 又怕得罪 对不对 然后又想做贸易 他又不愿意呢 弯腰 啊 因为欧盟总觉得呢 因为不能否认啊 对不对 欧洲一向在历史上 它是什么样的高度 对不对 当年 来你这种 这种 说句真话 到中国来是掠夺的 对不对 如今 还要给你脸色 赔上笑脸 什么拜托你啊 买点我的这个 这个锅子啊 车子啊什么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啊 这毕竟来讲啊 因为平良心讲 我去巴黎啊 这个LV的总店啊 排队的哦 里面的店员一半 都是Chinese 会讲中文啊 对不对 就那么现实 买家在哪里 店员就是哪一种人 对不对 所以啊 大家下次不要担心 语言有障碍啊 很简单啊 好了 回过头来就讲到 不过我那次没买 我只是参观啊 慕名 慕名啊 参观 所以现在就讲到一个点上 欧洲的焦虑 因为 因为平良心讲 如果各位今天把自己设想 你是个欧洲人 对不对 不管什么德国英国 你随便选一个啊 自己对一个 然后你回头看中美贸易战 看美国的表现 看中国的表现 你焦不焦虑 当然你要到领导人的位阶啊 不是叫你做一般事情小明 你觉得你譬如说你今天是英国首相 啊 法国总理 对不对 马克龙啊 德国总理 默克尔啊 啊什么 约翰逊啊 都可以 没关系自己想 你看到中美之间的这样 你来我往 贸易战到中美 在这次疫情之后 那种 前所未有的对峙啊 那高度非常高啊 这是前所未有 你会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 但是 隔岸观虎都 还是焦虑因为会这样遭到波及 那不用说现在看到的答案是 他们大部分是焦虑的 因为连默克尔哦 实际上在中欧论坛上 他在默默的 这个可能跟他性有关吗 啊 一直不停的推动 默克尔大概就跟他的性有关 默默的做事 对不对啊 这个 这个我们中文人我也给他取名字啊 默克尔 默默的做事 哎 对 所以有人性特特别特别 非常特别啊 好 回过头来就讲到了 在这个上面 这一次的会面 当然 因为原定九月啊 在德国来比锡有一次这个 算欧盟跟中方的高层的一个论坛 会议 那现在可能会推迟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德国也宣布 我们可能要推迟到明年 但是各位看到 这一次的 这是中欧领导人峰会是视频的了 他们是透过视讯会议啊 大家这样谈来谈去 那欧盟总部在布鲁塞尔啊 这个是一个这个 很重要的地方啊 下次旅游要去 不要路过不看啊 还有车站啊 也要去感受一下 好吧 他讲到重点 现在就讲到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发展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峰会呢 给了这些不确定性一个确定 此话整说 当然呢 这个就要讲到 美国即将来到的大选啊 因为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 呃 美国啊 大概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三大问题啊 来考一下大家 美国现在有哪三大问题 这高考题目啊 一定要考 不会的 前几集去补课 都有讲过啊 美国现在三大难题 但是美国最近出现了一批 我的我的形容词啊 不知道贴不贴切 比喻 叫做白宫难民 什么人呢 博尔顿 对不对 这个刚刚出书的 博尔顿是 现在国家安全顾问是第四任 博尔顿是第三任 前面还有两个 国务卿呢 前面好像还有两个 国防部长前面好像也有两个 那这批人啊 当 都是在特朗普任内哦 进去的哦 然后都 都最后啊 有的是气得半死的 有的是落荒而逃 有的是气 被羞辱的 被解质 就是那种 让你非常的难看 说你免别来了 就那种味道 你知道 那这些人呢 有暗自掉泪的 对不对 有私下跟媒体啊 吐苦水的 又像博尔顿的一样 老子就出书 对不对 给你爆料 你告我看看 你敢 我更去爆 我越爆越多 对不对 爆料可以 但不能爆大腿 对不对 爆大腿就恶心了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年头呢 你看白宫难民 根本真的搞不 找一部大巴 都可以坐满了 对不对 那这些人呢 你说一讲到 大统领 那那个 真的是 这讲不完了 对不对 可能真的需要征调呢 007啊 去调查一下 这咋回事 怎么搞得那么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话又讲回来 在欧盟的眼中啊 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是他的大哥 对不对 他对美国来讲 因为有大西洋盟约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从二战开始 帮助欧洲 击退法西斯到今天 他总感觉到 美国是他一颗定心碗 但这个定心碗呢 最近怎么突然变成 好像吃下去之后 特别忧虑啊 这不吃还好 一吃以后 焦虑啊 本来还定心 现在焦虑啊 这个真的很伤脑筋 所以在这个节点上 可以看得出来 全世界 全世界 现在大家的不安 与恐慌 因为昨天吧 我还看到 新闻讲 就特朗普呢 就当然是 副国务卿出来说 要对中国四家 官媒 对不对 定上什么 属于政府宣传工具 什么 哎呀这个真的是 对不对 牛总把这些部门都彩测算了 都轰出去 但不要 他就要做一些 动作 就是摆个姿态 摆个姿态 真的也没什么高招 大概就这样 当然这个 其实欧洲这些国家也不是 大家都在外面混的嘛 对不对 你是武当 我是少林 大家都知道 你那个摆出来的姿势 什么到底是虚的 还是实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 非常的焦虑 当然中国 这一次跟欧盟啊 并没有发出什么 共同声明 大家说那完了完了 这个中欧啊 这个关系 陷入焦灼了 不要想太多 没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来讲啊 以中国一带一路的布局啊 已经看出来了 对不对 欧洲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啊 他一带一路有到美利坚和众国吗 对不对 没有啊 他走的是欧洲啊 就是中国长远的布局啊 是希望跟欧洲有更紧密的结合 这个欧洲领导人应该看得懂 默克尔就看得懂嘛 对不对 15年去12次 平均一年一次啊 那频率之高 对不对 那当然中方也知道 默解在欧盟的影响力 那你默默的做事 我就默默的支持 那当然呢 这个没什么好紧张 所以这一次中欧峰会 很多人看新闻都觉得 悲观不悲观 我觉得不悲观 实际上彼此大家都需要 你看那个 那个当年那个美德家电子 美德啊还是什么 买了一个德国最大的机械手臂公司 自动化 那说完了完了 德国的东西都被中国买走 那德国人完蛋了 会吗 不会吗 你还会再发明新的嘛 这种东西一个有资金 一个有技术 强强联手嘛 这才有未来 你说你光有技术 没有资金 不就完了 对不对 或者说光有资金 你没技术 这种强强联手 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的概念中 全球化的概念中 全世界供应链的概念中 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所以啊 在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按部就班 尤其在疫情之后 疫情坦白讲对中国来讲 是一次蛮大的这个 算是一个创伤 对中国有一定的伤害 但中国呢 好好的布局 一步步向前推进 对不对 中美贸易战 这边该履约的履约 但是欧洲这边呢 我觉得中国的做法将来是希望 要个别择优 择优 因为你毕竟来讲国家利益 对不对 你如果不考虑国家利益 去当慈善家 钱就往地上傻 大家喜欢自己拿 对不对 那毕竟来讲 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好 所以呢 你就择优咯 择优合作 择优签订贸易协定 但欧盟现在又比较麻烦一点 它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经济体 一个单一经济体 并不容易 当然我想 其实欧盟自己也清楚 中国在想什么 可是 这个东西它又甩不掉 因为欧盟它现在又有这个包袱在 对不对 受了一堆穷表亲 然后一起去跟人家谈生意 人家当然呢 挑肥减瘦 就在那里去来去去的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问题就是欧盟自己的问题 将来你怎么样跟中国 能够达成中欧贸易协定 你自己必须要做些切割 做些调整 对不对 你不能一股脑打包 好的坏的 一次到卖给你的客人 这客人也会挑嘛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这次中欧贸易会议 它并不是绝入 不啊 我倒认为呢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让欧盟了解 你要跟中国做生意 你必须自己要有竞争力 好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未来呢我希望把这个节目啊 更加紧凑 好不好 因为有朋友给我反映 希望在20分钟内结束 那今天讲了几分钟呢 我没看时间 没关系啊 但是我试试看 讲到差不多一个感觉 好不好 希望各位给我更多的建议意见啊 什么 但要订阅 好不好要订阅哈 这小超差点掉了 对不对 要订阅 订阅的话呢 我就有跑步向前的动力 好不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